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是《道德经》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 入君不备假兵,似无所投起脚,虎无所用起脚,兵无所容起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人从生下来一直到死,长寿的有十分之三,短命而亡的有十分之三 生下后本来可以活得长久,但自己走向死路的也占十分之三 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求生太过度了,酒肉燕饱,奉养过后了 曾听说善于养生的人,在陆地行走遇不到犀牛和猛虎,在战争中不会受到杀伤 犀牛虽凶,却对其无法用他的脚,老虎虽猛 却对其无法利用他的脚,冰刃虽锋利,却对其无法施用他的锋芒利刃 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没有进入死亡的领域 这一章讲两种养生之道,一种是因为营养过剩,交涉淫逸,故而短命夭折 一种是因为行动不慎而造成伤亡 老子生逢乱世,他看到人生危机四伏,生命安全随时随地受到威胁 因此,他主张不要靠战争抢夺来保护自己,不要以奢侈的生活方法来营养自己 而是清静无为,恪守道的原则 他不妄为,不伤害别人,别人也找不到对他下手的机会 这就可以排除造成人们寿命短处的人为因素 老子希望人们能够做到少私寡欲,清静质朴,纯真自然 咒王帝心是商朝末代君王 他才资出众,深得其父帝的欢心,于是被立为继承人 帝心继位后,重视农丧,发展生产,国力强盛 他对东夷用兵打退了东夷向中原扩张的势头 特别是讨伐徐夷的胜利,把商朝的国土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 开始,他还能选贤任能,合理治理天下 但取得一定成绩后,这位君王开始骄横起来 变得刚愎自幼,听不尽见眼,以为天下没有人能高过自己 同时,生活上也开始奢侈起来 筷子换成象牙的,杯子换成西域的,吃毛象爆胎,穿九重锦衣 大肆兴建广煞高台,尤其是建设路台 随意挥霍国家财物,消耗民力 为了满足自己的色欲,帝心还强迫诸侯国向其尽献美女歌姬 其宠妃、妲己就是这个时候被陷到咒王面前的 得到妲己之后,咒王荒废朝政,整日在露台之上饮酒作乐 帝心生活日益奢侈,赋税不断加重,天下百姓民不聊生 还将敢于直言尽见的宗亲笔干,抛心杀死 帝心的荒淫残暴,使贤臣纷纷出走 而小人更加投其所好,狼狈为奸 诸侯纷纷反抗殷朝的统治 周五王趁机对天下宣布地心的各种罪行 誓师伐咒,天下诸侯云从影随 在木野一带打败商君 骄傲残暴的咒王见大势已去,只好在露台举火自焚 帝心资质出众,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 但就是因为过于沉沉于自己的欲望 贪欲、色欲、享乐欲、甜烈欲 从而导致帝国灭亡,宗庙灵迟 成为史上暴君的典型 好,这一章就讲到这里,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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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